大家早 在今天天氣狀況跟昨天有一點不同 不同在於哪裡呢 北部的白天氣溫要上升了 不過說到昨天的溫度 我們就來看看昨天的一些觀測資料 第一個先注意到最涼的地方在淡水 其實今天清晨的溫度還是偏涼 所以溫度形態來說 從昨天到今天 整個北台灣的溫度狀況是涼稠稠的感覺 但到了白天的時候 隨著風向變東風 溫度上升 海邊的陣風還是以著藍雨的陣風最大 有達到七級的陣風 昨天中午最高溫是在高雄 有三十一點九度 而今天的高雄 還是有這樣的溫度狀況 晴朗穩定的天氣到週休假期 山區從今天開始要注意什麼 三八號要出現了 那到了禮拜一跟禮拜二 封面雲帶再接近 星期三天氣又再轉新 有沒有注意到 即使到了五月份 還沒有進入標準的梅雨封面系統 只是一般的封面進來的時候 停留時間沒到三天以上 所以還不算梅雨封面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了 在昨天的時候 隨著高壓東移進到東海了 風向開始變為偏東風進來 所以清晨溫度仍然偏涼 白天的氣溫要上升 但當高壓東移也可以看到 封面雲帶就被高壓逐漸的 往東帶過去了 而在華南這邊的水汽呢 不會移到臺灣囉 它會開始往北抬升 到達了長江流域 再形成另外一道封面雲帶 接著來看到今晚的地面天氣圖 今晚地面圖可以看到 微弱的高壓進到了渤海的位置 冷空氣的強度在臺灣上空是減弱 因為我們今天會由一個東風 再來就轉為偏東南風 溫度在週休假期 感覺起來更暖和 但北方的封面帶會停留在長江流域的位置 因為冷空氣減弱了 那什麼時候會下來呢 以目前來看 要等到禮拜一的下午以後 封面雲帶的前緣開始接近 我們的天氣到了週一下午以後 才會有所轉變 接著來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在今天白天的時候 日夜溫差相對的比較明顯一點 在這個澎湖地區 而在這個金門跟馬祖 要注意的是早晚的時候 雲層多有零星的智雨的狀況 是在局部地區 可是更重要是晚上容易 會有一些霧的狀況 臺灣本島部分呢 北部中午溫度可以上升三度 到了中部地區三十 南部三十度 但早晚天氣 有沒有看到還是偏涼喔 而在東半部地區 因為吹東風 早晚有些地形的降雨出現 小丁寧 兩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騎車的朋友要保暖 東部地區早晚有雨 在雨區行車的朋友 要特別注意 午餐BER1時 54% 有4分 無氏 有4分 有4分 無氏 無氏 5分 8分 4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